行政院推出全民共享普发现金 本次全民共享普发现金6000元 经过统计调查有三个偏乡位设有邮局或ATM 其中花莲县万荣乡就是其中一位设有金融机构的乡镇 6号起登记的民众可以至派出所领取 而领取时间为4月6号到4月19号 早上8点到下午6点 发放为期两周 全民共享普发现金6000元 经统计万荣乡三所派出所登记人数为西林派出所667人 万荣分住所298人 红业派出所370人 总计1335人 领了几份 三份 三份 那大概会想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普发 买妹妹的东西 买妹妹的东西 而日前登记的民众6号起可以至派出所领取 今天起有登记的民众可自派出所领取 领取时间为4月6日到4月19日每天的8点到下午6点 发放为期两周 另外警察局与分局已先行会刊 妥事规划预定领取的路线动线 以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对于全民共享 普发现金过程 全程复事收赠 本分局将全力 协助万荣乡民 办理全民共享普发现金的发放事宜 凤林分局表示 前期以妥善规划预定领取的动线 提供方便的服务 对于全民共享普发现金过程 全程也会进行收赠 凤林分局表示 同仁将全力协助万荣乡 办理全民共享普发现金发放的事宜 记者凌杰 凤林郑 采访过来